好 陸股在今天是出現了 一個震盪走高格局 可是觀眾朋友要特別注意到 因為陸股的結構跟慣性改變 過去陸股是跌就亮縮 漲就亮增 不管盤中震盪 那當然這是多頭架構 可是這幾天妙了 跌亮增 像今天反彈反而亮縮 在成交量不到1.5兆人民幣 所以結構改變 觀眾朋友要特別留意 那單線最重要指標 是這一波領漲 是中國南車北車 這兩家公司 就是做鐵路運輸 你就聽南車跟北車 就兩家公司 本來是同一家公司 為了大陸那時候改革開放 為了競爭就切成南車北車 那因為現在國際競爭 所以把南車北車合併 就是做火車頭 做火車列車的 那叫中車 中國中車 可是現在中車變零車 那觀眾朋友注意到 因為他是整個 路股起漲的第一槍 結果第一槍現在已經躺平 這個草都已經漲那麼高 所以觀眾朋友要注意到 這個明年掃墓的時候 已經可能已經成樹硬 所以中國中車的一個重挫 到底代表什麼樣的反應 那麼關鍵就來講到 就是從這個人民日報 最新的一個說法 說中國的股市 大家注意到槓桿風險 可是牛市 從債券市場開始發展 觀眾朋友注意到 中國資本市場改革 全球資本市場的核心 都是債券市場的一個充分發達 因為他才能把真實的市場利率 給反映出來 觀眾朋友 股市是一個面子 可是債券市場代表是肌肉 觀眾朋友你知道嗎 你可以拿這個股市去整形 用人工美的方式 讓股票漲跌 像台灣這個第一整形外科醫生 就是真名中 他可以整形股市 可是基本上債券是肌肉 所以莫爾跟我們觀察一下 從股市這半年的暴漲 可是慢慢很重要 因為你要走得遠 走得好 身體健康 漲肌肉 那是債券市場 可是股市債券市場講 敲敲板效應 所以債券要復蘇 股市難免就要割肉 割腿 您在觀察 債券市場 中國是有它的基本面 往利多的方向發展 往這個價格漲升的方向發展 什麼樣的基本面 我們等一下來講 我們先來講一下 股票跟債券市場 它其實是資本市場 我們一般資本市場 我們capital market裡面 最重要的兩個市場 剛剛世光講一點沒錯 股票跟債券 它其實是兩個資本池 當市場風險高的時候 資金會從股票移到債市去 去做避險的動作 然後當市場風險低的時候 就是說獲利期許可望高的時候 直接會從債券市場 跑到股票市場 所以它就會變成是資金 平衡來平衡去的 這樣子流動了兩個資本的 市場的一個主要的大柱子 中國大陸現在目前的資本市場 其實它並沒有完全的國際化 但是它將來是持續準備 開放人民幣 開放它的資本市場 朝國際化的方向發展 因為他看到美國的例子在那邊 美國何以稱霸全球 美國真正稱霸全球 並不是說它的軍事打擊力量多大 你看到美國 雖然它軍事打擊力量很大 但是它也很少動兵了對不對 動兵這個是大不會的事情 所以說美國真正在掌控全世界 就剛剛世光所講的 一個靠美國的國債 另外一個靠美元 靠這兩個終極堡壘支撐住 美國在全世界的金融霸權 當然中國大陸 當然它也想在這樣子 國際發展的一個路途上 施罰美國 所以說怎麼樣強大它的債券市場 勢必是中國大陸很重要 人民幣國際化的一環 因為你想看 當海外持有一大堆人民幣的時候 這些錢它要幹嘛 它這些錢它終究 它一定要有東西去parking對不對 我們常講資金要parking 所以說股票市場它不可能有這麼大的 未納量去融化 這個是吸收這麼多的資金 當然這個資金它要parking在債券市場裡面 債券市場規模 不管任何一個國家全世界 都比股票市場規模大多了 所以中國大陸的方向它是很明確的 至於說怎麼樣營造這個方向的正確性 而產生它可行性 這個就是現在要思考的地方 剛剛世光所講的 這一波路股的漲幅已大 那大家會居高思為對不對 就開始知道說 那是不是有另外一個地方 可以去parking資金 結果你會發現 事實上今年以來 這個國際資金是不斷的 進入到中國股市裡面去 為什麼 因為中國的股市跟債市裡面去 尤其是它是不斷進入到債市 為什麼呢 因為債市有利可圖 過去半年 對 過去半年 中國人民銀行 就是中國大陸央行 三次降息 兩次降準 那預估今年到年底之前 至少要再降息一次 對 利率低 就是債券價格走高 債券價格走高 全球債市先 唯一可能走多的 只是現在中國 是 那它的債券的收益率 殖利率它可能會往下掉 對 可是價格走高 今年底之前 預估至少人民銀行會再降準 至少150點 對 1.5個百分點 1.5個百分點 至少再降6嘛 所以說在降的利多的促勇之下 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是中國10年期國債 殖利率的走勢圖 是 觀眾朋友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這一年以來 它是不斷地下滑的 對 下滑到前一波的低點 是到3.4左右 對 它是從4.1跌下去 這跌的幅度相當大 對 利率往下是代表債券價格走高 對 這個是相當大的債券價格走高 就是它上漲是相當大 多頭 債刷的多頭 好 那我們相對就給各位來看一下 美國的債券市場 如果因為 就我們今天在做國際投資 大家當然要比較對不對 我們到底去買美債 還是我們去買中國大陸的國債 我們同樣來看 美國10年期國債的收益率 就是殖利率 觀眾朋友可以看到 這一年以來 它是反向的呈現走高的態勢 代表價格一直在低 對 我們看到在去年的時候 應該這樣講吧 今年年初我們也不要看去年了 今年年初2月的時候 美國10年期國債的收益率在這邊 1.651 走到這一波 觀眾朋友可以看得很清楚 最近這一個禮拜 居然突破了2.4到接近2.5的一個價位了 這麼大的一個波段的走空 當然會使得資金 棄美債就中國國債了 美國30年期國債的收益率 也是一樣的走勢 對 今年以來從2月份的時候 當時的低點大概在2.2左右 哇 就現在走到3.2附近了 等於漲了一個百分點 漲了一個百分點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空頭波段行情 今年以來才半年的時間 我債券價格這樣算一算 會跌三成多 差不多 因為它存續期間長 所以資金就會往中國的國債走 我這邊有一個表 其實它很有意思 它告訴你 中國大陸的債市 它其實跟國際的債券市場是脫鉤的 換言之它是相對的 另外一個債券市場悄悄板 也就是說當國際債券價格走跌的時候 中國的債券價格通常會走高 那世光如果我們預期 未來美國要升息 國際的債券價格因為美元升息 利率還會要再上升 它的價格還要再走低的話 你是不是要先去買中國國債 你看這張表很清楚 中國國債在第一行 這個中國的中和債 它跟美國的國債的相關性就0.04 就沒相關 幾乎沒有什麼關係 那跟新興市場債 我們國人不是很喜歡投資 新興市場債基金嗎 負相關0.2 代表新興市場在跌 中國國債會漲 對 那跟全球高收益 這個國人更喜歡投的 對 它負的0.22 代表什麼 代表高收益跌 中國國債會漲 然後全球投資等級的債券 它的負相關也是達到0.09% 所以說 從這樣子的相關係數 你可以發現什麼 你會發現就是 現在目前的中國國債 的確是有它的基本面 去吸引國際的資金的 是 我們看一下 因為這從人民日報抓出來 觀眾朋友注意到一個重點 我們先看一個數字 先看大陸現在的國債的規模 來 先看存量 這個存量目前來講反而很嚇人 地方債大概10兆 中央債也不少 大概也有10兆 以總體的債券來講 大概有20兆的市場 我們先講20兆 先把20兆人民幣記下來 乘以5就是台幣 100兆台幣的債券 就是政府債的規模 好 現在債券市場 當然我們先以公債例子為例 美國為例 美國的銀行 持有美國國債的比例 大概13% 那以這件金融的日本跟德國 持債比例大概是佔1 3分之1 37%跟32% 那中國的債券 64%是被銀行持有的 這代表不對了 應該這個比例 應該是往日德來靠近 也就是要從64%降到37% 這個持債比重 那很重要我們就最簡單的講 現在有20兆 觀眾朋友20兆 那這個銀行持有64% 就銀行持有13兆 觀眾朋友我們先就最簡單的解讀 就持有13兆 假如要降到像德國好了32% 只能佔有6兆 觀眾朋友來囉 那中間的7兆 要從市場人撈錢來 觀眾朋友7兆是35兆台幣 除了把台灣給賣掉之外 那還有別去路 就把股市賣掉 我要先請你做觀察 因為其實問題來 就是你去算這個數字 就發現因為債券市場 它是有很多層的功能跟價值 那重點是 你要不要再比例做調整 在其他的經濟這個情況 我們假設不變的情況之下 6兆 那6兆不從股市搬從哪邊搬 從6兆從股市搬 那股市不就崩了嗎 您在觀察 對 這個 其實這個中國在債券市場的擴大 當然還有其他戰略目的 比如說人民幣要國際化 那你要讓國外的這個 投資人或國外的政府 去買這個人民幣的公債 那你總要有個債券市場 在那邊讓他交易 所以他債券市場 本來就應該讓他活絡了 對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因為股市 真的是風險相對比較高 我記得我們在5月底的時候 6月初有在討論這個東西 對 那我們當時討論什麼 我們說 第一個是價位 我們先不看 我們看一些股市的現象 像華爾街有這個插鞋童理論 對 那現在沒有人在插鞋子 所以我們就看香蕉博 對 你記不記得那個香蕉博理論 對 沒錯 中國大陸確實是看這個香蕉博 上次你提到 對 這個香蕉博 一面賣香蕉一面在做股票 對 那另外這個股市寡婦也暴增 寡婦也很多 官夫也非常多 對 那這是第一個現象 第二個現象是這個 辭職去炒股 這我們之前也提到過 對 現在這個效應慢慢出來了 是 就是說這個回家炒股 他比較早辭職 他4月份就辭職了 對 所以要辭職要早 對 千萬不能晚 晚的話就套在這個5000點 對 早的話在3000多點 稍微還好一點點 那這是第一個現象 那這個我們先不談 我們談一下基本面的東西 對 因為陸股最近 他漲的股票是什麼 這個很重要 比如說呢 以這個今年以來 中國大陸 他的這個上漲的一些 這個 當然這是 每個圈圈代表是不同的產業 橫軸重重線 對 這個橫軸的部分是代表說 產業的產 這個行業的產出 佔總體GDP的一個比重 所以越右邊代表 對 這個地方代表說 產出比例越低 越小的產業就對了 越那邊越大 越這邊是越大 好 那這地方是漲幅 對 所以你看到其實 這個好像是 產業越小的漲越兇 或者我們換個角度來講 就小股下漲得比較兇 其實亂七八糟的產業 對 投機的性質越高 另外看一下本益比 比如說這個是創業版的部分 這個深圳的創業版 大概是來到128倍本益比 對 那如果說以日本的創業版 大概99倍 香港的創業版大概90倍 對 所以這個都已經進入這個 這種類似泡沫化的現象 對 那泡沫化現象 當然另外這個催化計就是說 當這個資金 需要把它移轉到這個債市 從股市移轉到債市 政策有一個這個暗示的動作嗎 對 比如說呢 這個最近 人民幣日報有在 應該是6月15號吧 他一篇文章有特別提到 他是說這個 債市的輪子 動起來 那其實他裡面提到很多 比如說呢 發展債券市場 有利於這個 舒緩中小企業 普遍存在的融資 還有這個融資櫃的問題 對 這是沒錯嘛 另外也有利於 分散和化解金融風險 對 他已經告訴你別的地方 已經有風險了嘛 對不對 那最近看到這個 比如說中車變成 零車的案件對不對 對 那這個市場也很妙 因為去年底啊 這個南車跟北車停牌 對 合併 當時就說要合併嘛對不對 那合併以後呢 他當然還要停牌一段時間 對 停牌一段時間以後又復牌 對 那復牌附在哪裡 附在這個地方 6月8號 是 本來是南北車 變成中車的這個股價走勢 對 那這個位置呢 是6月8號就復牌 當天是跳空漲停板 我們知道路股的漲停板是10% 那隔天呢 從漲停殺到 差一檔跌停 對 等於是來回大概20% 對 因為他漲停是10% 那跌停是10% 等於20% 是 那他在漲停的部分 這個瞬間成交了40億人民幣 200億台幣 所以從漲停殺到跌停 等於差了8億人民幣 對 對台幣來講就是40億台幣 對 他叫秒套40億台幣 對 因為他這個地方成交是瞬間成交 後來就直接往下灌 是 那從這個負牌到這個最近的成交價來看 大概少掉了3000多億人民幣 等於1.5兆新台幣 中國北車南車合併 好像是以北車為基礎 對 就是南車併到北車裡面來 對 反正併成中車 對 併成中車 如果說他以這個負牌的價格 到這個最近這一兩天的收盤價來看的話 大概少掉了3000多億的人民幣 等於1.5兆新台幣 對 那大概少掉了什麼 就少掉一個北車 所以南車到北車本來變成最大對不對 1加1等於2 現在變成1加1還是等於1 對 中國的這個傳奇 對 那最近有一則新聞就是跟這個中車有關 你記得有長沙有個股民 就是這個投資不順 就發生這個墜樓的意外 對 那入股的部分簡單講就是股市問題多 這個平安回家最好 是 那他有這個融資的平台 所以他170萬的本金 開始做到850萬 瞬間就賠掉850萬了 假如買到漲廳跌廳 當天就掛了 對啊 所以這個瞬間就非常慘 所以呢 他當然還有寫這個訣別書 這個內容我就不講 反正他就是死而無憾 覺得這個自己做自己單 對 那現在入股在震盪的時候 還是有人認為說不要怕 只是技術性的回檔 千萬不要怕 這是香港的電影 所以我們稍微提一下 就說中國股市它有個順口6 我想這個台北股市 大概也可以做一個參考 對 人才進去飯桶出來 人模人樣進去不三不四出來 對 千方百計擠進去 錢魚巨蟲跑出來 對 大小飛姐進去 大小飛是飛流通鼓 對 大小便師進出來 對 大腸便便進去 古獸如才出來 小家碧玉進去 弄成破鞋出來 小康家庭進去 五寶特困出來 巴西足球隊進去 中國足球隊出來 這真是妙 對 巴菲特進去 巴勒皮出來 星際國家進去 星際梗塞出來 總之就是地球進去了 還是乒乓球出來 所以要特別小心 好 這個地球進去 地球進了中國股市 出來是乒乓球 從中國中這個事情 這跟中國好壞沒關係 股市有泡沫 不管在哪邊 就是人性問題 所以你要幫我們補充 這陸股怎麼看 從這個債股的置換 資金的轉移 大家有講不會結束 不會結束 那就看後面怎麼辦 你去觀察 其實債股置換 我覺得這一定是 必然一定要走的路 為什麼會這樣講 因為我們只去觀察 其實在四月份 中國所公佈出來 規模以上的工業的企業 四月份的利潤 跟去年同期比較 是成長了2.6個百分點 世光你知道嗎 對 它裡面有97%獲利 是來自於證券投資 也就是說其實他們的一個 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 他們在四月份的獲利 跟去年同期比較 已經很爛了 年增率只有0.09% 0.09% 對 也就是說相對 比100塊裡面 比紅大利還是好很多 對 其實這樣會有個問題 我們都在講 我們在操作股市的過程當中 我們都強調本業獲利 如果說當你的本業獲利 不見了全部來自於月業獲利 那月業獲利 又有一個很大泡沫的時候 中車其實這幾天 其實蒸發的是 3000億的人民幣 其實市值是1.5兆台幣 大家知道嗎 這相當於台灣所有金融企業 五年加起來賺都沒賺那麼多 也就是說如果說 你這個泡沫一破掉的時候 會非常非常恐怖 這1.5兆就台灣的 中華民國的中央政府預算 差不多就一下就賠掉了 對 也就是說其實現階段來講 中國其實現在 中國的一個股市 現在不是擔心 到底說有沒有泡沫 而是擔心泡沫什麼時候要破掉 對 好 我們先回來觀察 但中國共產黨玩資本市場 真的玩很兇 最近有個新聞 其實人民銀行不斷地在減持美債 大家想說減持美債去哪邊 當然除了應付外資所謂之外 反正你QE印得不多鈔票 中國留著也是留著 跑去建島 我們看到中國南海第一大島 已經橫空出世 十個月的時間取代了太平島 所以目前台灣的高中課綱為一條 要多調一下 就是太平島不再是南海的第一大島 到底中國在南海的建島 建島已經完成了 我們將廣告外座進入的觀察